有关点菜的常用一门绘画 Would you care for any dessert coffee? Would you like a donkey bag? Would you like a thin base or a thin base? Would you like any size with that? Would you like fries or salad with that? Would you like green tea or coffee with that? Would you like me to introduce the menu? Would you like me to order for you? Would you like the brunch menu? Would you like the coffee before your meal or after? Would you like to see your drinks menu? Would you like to see the dessert menu? You get a choice of some drinks with that. 看看什么意思 所以外面你看那个买很多绘画的书 或者是看其他视频 可能很多人 俱男 美女 帅哥 年轻人 智政腔圆 然后教你念 但是我这边老头子又没有视频 但是比他们好处 我会多讲一点来龙去脉 弦外之音 因为我懂得一定比他们多 因为光是年纪 阅历 各方面就比他们多一点 所以一般年轻人就是教的是 一般网友很喜欢看 像多老头子一般比较不喜欢看 可是我会把他讲透 讲得比较透彻 但有些人会说 啊你话好多啊 但有的真的想学英文 就说哇你怎么随便讲都是宝贝 就看个人啊 看有没有缘分 Would you care for the dessert and the dessert of coffee 就是说careful就是喜欢 care本来是很关心啊 关切 这边就不是关切啦 careful就是你想不想要什么东西的意思 所以那个字都会变啊 有时候一个字啊 就一字多译 有时候一个字后面又加 介细是变成一个片语啊 字又变啦 careful就是 当本来意思是关不关切 那你关切就会想要嘛 不关切就不会想要 可是一直变 你想不想要 desert是点心啊 跟沙漠Desert很像 字有点像 desert 另外一个字是 逃离啊 逃兵啊 逃离什么工作啊 你家出走 desert 这边是点心 而为什么加S呢 因为它有各种点心嘛 所以英文常常 它的家名字落科数 它就加S 就是你以后来一点点心啊 或者咖啡一杯咖啡 啊 would you like a doggy bag 这个一般人看不懂 你想不想要一个bag 当然知道 袋子 狗的 狗是dog doggy就是狗的 加很多加Y啊 就变形容词 你要不要来一个 你要不要一个狗的袋子 听不懂啊 我又没带狗啊 doggy bag 什么意思啊 给狗吃的袋子 还是听不懂啊 打包袋 哦 我要打包 各位一个袋子 打包袋子 叫doggy bag 所以这个字很妙 好像最早可能是 各位一个袋子 我要吃剩下的 我已经付钱了 所以可以带制作餐 吃到饱你就不能带 所以我妈有一次啊 她拿了一点东西啊 马上呢 马上就被那个服务人员 哎呀老太太啊 我们吃到饱啊 不能拿啊 老妈还是贪小便宜 反正我都已经吃一千多块 一个台币一千多 我拿一个什么小东西 拿一块肉放进去啊 偷偷放在 啊 卫生纸啊 包起来什么包起来 马上被抓起来 打包袋 Doggy bag 本来是最早是给狗吃的 后来就变成自己吃啊 打包袋 那你说那个什么 呃 打包人员叫 Bucks Boy 当然打包人可能是 小姐啊 就像敢弟啊 敢弟有时候是敢妹 都叫Caddy 所以打包袋是Doggy bag 那打包人员呢 帮你打包叫 Bucks Boy 盒子男孩 Bucks B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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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英文啊 A啊 有发三个 一个是不觉得A 一个大就是Ad 一个卷一半 Ad 这个是完全不觉得Bass Bass Bass 反正是一个基础 基本 它是 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指那个 比如说那个 Pizza 啊 Pizza 啊 Pizza 吃Pizza Pizza它那个 它那个 它那个有那个 有那个 比较薄的啊 有比较厚的啊 就说 比如说吃Pizza 你要那个 比较厚的 厚片 还是薄片的 薄片就是Think Base 比较厚片的啊 就底部啊 比较厚的 或比较薄的 比较厚的 Thick I think 也可以当比较厚的 也可以当比较浓的啊 Would you like any size With that Side摆在旁边啊 可是在吃饭的时候 它也可以当配菜 配菜 就是Side摆在旁边的 就是不是主要的 Would you like fries or salad 你到底要不要薯条啊 你要薯条或者沙拉 Would you like green tea or coffee With that 就是 配什么东西啊 你就不要管配什么了 所以因为有时候 不需要解释 就不要解释啊 就是你需要 你想要绿场 或者咖啡 Would you like me to introduce men 你要不要 好像先生啊 太太啊 你们第一次来啊 可能对本店不太熟啊 要不要介绍一下菜单 Would you like me to order food 你要不要 我帮你们点菜啊 我们是法国餐厅啊 你们是亚洲人啊 可能很少吃啊 我来帮你点菜啊 推荐一下 我就来的brunch brunch 早午餐啊 那个breakfast 必要啊 就breakfast 早餐啊 launch 午餐啊 launch 就是把breakfast跟launch 夹在一起 变brunch 早午餐 早午餐就是大概 在十点吧 到十一点了 早餐太晚了 午餐太早 就早午餐 Would you like the coffee before meal or after 你的咖啡啊 要在你 meo就正餐了 就大主餐了 还在牛排 比如说牛排 你咖啡要在牛排之前啊 还牛排之后啊 你在正餐之前 还之后上 Would you like to see your drinks man 你要不要 看看我们的 饮料的菜单啊 比较高级的 还帮你分 主餐什么 前菜什么 小菜什么 汤品 品性的品 汤品啊 饮料 有各种的 鸡尾酒 有现打果汁 有罐装果汁 有各种啊 各种饮料 还有带酒精的 Would you like to see your drinks man 你要不要看看我们的 点心的 点心的菜单啊 有各种点心 You get the choice of some drinks for that Choice就是选择啊 也可以当名词啊 但是 有的时候偶尔可以当 使用词 像Choice Steak 特选牛排啊 所以牛排最高是 Prime Prime 就是Prime 是等级最高的 就是你有各种的 就是选择啊 你可以选择各种 Soft drink 软的饮料 什么叫软的饮料 听不懂啊 没有酒精的 没有酒精的 有酒精有比较 Hard drink 只有Soft drink 你要不要 喝一点 这没有酒精的饮料啊 这集讲这 可以 你 傻小